当华一家生产纸类产品的工厂发生火警 为厂房里头堆满的都是毅然的纸类原物料 再加上风式的助长让大火烟烧快速 经过了大批锦销积极灌旧 火势烟烧大约两个小时后是终于获得了控制 而工厂的老板娘也冲入火场抢救 不小心被烫伤 铁皮大概的厂房突然起火 老板娘心急如焚 自己冲入火场抢救 但是高温加上火势猛烈 不小心轻尾烫伤 马上被警销拉出火场 这起火警发生在彰化花坛的田间巷道内 生产纸类产品的工厂 不明原因起火燃烧 铁皮大概的厂房内堆满了 毅然的纸浆原物料 加上风式的助长大火烟烧相当快速 警销续报陆续增派了多达15部的消防车 以及四五十名的警易销赶往抢救 但是因为火场面积大 火势又来得猛 持续在厂房内闷烧 警销只能在下风处布水线防止蔓延 经过两个小时的灌救之后 才控制了火势 不过厂房严重被烧毁 业者损失不清 至于大火发生的原因还要再调查